连猫都如此理尽三宝 延迟戒律 得人身者更应行人事 听闻佛法 亦当依教奉行 否则就枉费为人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天能要插鬼神 乃至皆咋不得那 等皆生欢喜 慈悲荣护一切法器 真实福天 一生欢喜 慈悲忽念 这跟那钱都是相反的 钱都是那差的列王 现在是善差的列王 散破了吗 因为他们居住有 利益众生的功德 所谓利益功德呢 这个果斗都行善事 那么这样子做 就依这佛法而行 就是 那的鬼王 那的鬼王就是 结扎不得那 是那的鬼王 就是说神 神里头有善有那 这鬼也有善鬼 有那鬼 就是人间有善人 有那人 这段所说的 跟前段的那个 那的差的列王相反的了 就是行十善业的 行十善业的国王 行十善业的婆罗门 乃至于 那地鬼神 神王 他不做那 而又护法善 那地鬼王都做善事 他们看见国度很难见 做善事的人多 有善事因缘的 所居的国度 就是这个国度啊 所有的一切友情 辗转之圣啊 说善业呀 辗转的增长 难闻风乐 邻国的兵格 不相侵害 恭敬这个国家的人 人的道德 都来向他们归服 向他们归服 那么的呢 使这个国家的人民 乃至于国王 都做好事 都是好事 就是劝修散业 那夜枯去了 那去就不 就消灭掉了 人家过去经常讲 这个国度很平安的 家家的夜不关门 没有道贼 什么都没有 大家苦力做好事 别的那些国家 都是归服于他们 愿跟他们共同做好事 天人呢 人间的善呢 善事多 天上的天人增长 人间的善事多 俄罗查那些鬼神 就增长 那鬼神跟天人也作战 咱们经常讲嘛 天地跟那个魔王 跟魔王波旋 也是经常战斗 经常战斗 那人都做好事了 烦恼就少了 烦恼少了 那去就渐渐消灭掉了 再进一步修大成道 注射菩提道 六波罗密多 不死隐辱禅境智慧啊 都修这个六波罗密 那么修散法的多 邪道的邪法就少了 这样子呢 就可以尝试离开那有 在生死苦伦当中 能够不被淹没 不被沉没 常情散有 那遇见诸善知识 遇见诸佛菩萨 恭敬诚至 成无斩废 不久 当随心所要 他心里所喜欢的 各个难住于佛国度 这个就不同了 生佛国度 就生极乐四家去了 还有一切静佛国度 正德无上 正等菩提 因为善事作多 能够生敬佛国度 这一段经上所说的就是 说这个国家 人民生活非常愉快 国家很难定 连国呢 也不想侵害了 都恭敬这个国家 国势啊 很强大 国势很强大 国势强大了 外地不勤了 国家就富强了 富强 人民就难去乐业了 而是正中 一切天地 集出眷属 乃至一切 避舍者地 集出眷属 从座而起 李佛珠 和掌功敬 而被佛言 大德四尊 来自后五百岁 于此国度 法御灭世 要有真散 查德里王 乃至真散 普洛门 与什纳伦 只能远离 也能劝他 另其远离 能护善护自他 善护后世 后世正法 是三宝的总性 永远不断 戒令之事 无有断绝 王爷说是好的啊 跟全能 那个是相反的 就在这个时间 耳时啊 就是在这个法会的当中 这个法会是地上 我们不是请 佛说 佛说 在未来的末法的时间 也有好的时候 也有好的时候啊 好的时候嘛 就是善业行善 善业行善 毕舍者 毕舍者 就是吸血鬼 在鬼类当中啊 毕舍者 就是吸血鬼 专是人间的血的 乃是畜生的血的 那么这个毕舍者 是果王 吸血果王 跟他们的建树 他带着都是吸血鬼 凡是说 这些个大鬼王 来行善业的 那个鬼王 绝不是鬼 都是菩萨化现的 度那一道的 吸血鬼 怎么能有 使善业生起呢 就是声明了 这是菩萨 是现在一闹 那个道 那一类 这是菩萨化现的 凡是看 佛经里面 说的那鬼 那鬼神的王 一定是菩萨化现 不然呢 他进入不了 这种佛所说法的法会 咱们讲 地藏经的时候 说地藏经那时候 那些鬼王 那些鬼王 怎么能到 玉皇大帝那宫殿去啊 那都是不是化现的啊 而且是他所说的 他说这个国度的佛要灭 法要灭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灭法一万年最后那五百年 人还没进入 这是末法一万年的前的五百年 他说这一万年最后的五百年 佛法全要灭了 说这个国度啊 佛法要灭了 在法要灭的时候 还有这个查德里王 能行善业的 真善查德里王 乃至于真善婆罗门 于十那轮 前头所讲的十种那轮啊 都能远离 能够劝一些国内的人民 都要远离 远离什么呢 施那轮 用善业征圣 用善业征圣 我们再说这个末法一万年呢 时间很短 在经上都讲节 讲节 那就时间很长 末法一万年之后 以后就是没佛法了 这个中间呢 一直等到 米勒佛降生 这个时间就是正式的 那法的时代 不是三法的时代 说在最后那五百岁中 佛法都要灭了 还能有这些个好的国王 好的婆罗门 来度化众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都是那些个菩萨化现 大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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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乘大乘大乘 以地藏王菩萨为首 因为他向佛说 说这个地方啊 我去受伤 在什诺伦王 那些没有佛法的时候 帝正佛的法院 他要到那地方受伤 他到那地方受伤 他化线的 普洛门也好 化线国王也好 自然的都行十三页了 不会行十能轮了 要言之 如佛所说 如是等人呢 这鬼王跟佛说呀 就是到那个时刻 这些个人 害于三成法 小成中成大成 三成法 恭敬平寿 忠不隐藏 这个隐藏的含义呢 就是使这个时散法 增长 不隐藏散法 那法不能够把三法隐藏 以三成人 就说法了 法要人来轰 人能轰到 非到轰人 要人去 弘扬三成法 凡是在这个末法时间 害能够弘扬正法的 都是三成人 那这些个对于佛法 供养 不离恼乱 乃至于佛三宝物 勤守护 不样善思 不样的非人的勤要 我等卷说 是虚学鬼鬼王啊 他说 我跟我这一学说鬼 对这个真善的查理地王 真善的婆罗门 我们都去拥护他 就说 那鬼的鬼王 领他的一帮 那的习说鬼 来融合善法 所以这些个 在末法的当中 那鬼神 融合善法 那都是菩萨化现的 在经典经常说 护法善神 这一个护法善神 都是受过三规五戒的 当母村三规五戒的时候 有些个神 有些个鬼 携炸杀其中 也有 来受三规五戒的 也有 这里的散神 化现人神 这里很多 很多 不是这么右眼所能见到的 这么一五戒说吧 你持五戒 持一戒 就五个护法神护死你 那你五戒都能清净 五五二十五个护法神 和你破一戒 少了五个护法神 五戒都犯了 一个护法神都没有了 所以要持清净戒 你一破戒 散神没有了 那神可就来了 那你不如意的事 什么都发生了 什么都发疯了 在三层人三层法三宝物 三层人呢 听受福法 学来也得学三层法 三层人就是护养 供养 福法 令他不要乱 三宝物呢 我们情价奈护 不认令他 非三宝 来亲耀 要是这样子来护士的 散法 增长 就十散业道 增长 有三神多 那神少 这里头所讲的 令其十法皆得增长 全家荣誉 令其十法增长 那十法呢 何等为时 也就增长寿命 这个大家都喜欢 愿意承受 怎么样才受呢 那护士三宝 恭敬三宝 恭敬三宝 恭敬三层法 恭敬三层啊 人 佛菩萨生闻 护士三层法呢 小中大三层法 供养 那要勤家守护三宝 才能寿命征仗 这寿命征仗 不是哪个人啊 全体的 整个这个国度人 寿命都征仗 二者呢 整长无难 凡是那个地方 地随火风 地里没有地震 没有风灾 没有火灾 没有水灾 什么难都没有 要想寿命长 不要害生病啊 整长无病 整长眷属 现在咱们这个时代 很困难呢 整长眷属 很难 现实的社会当中 大家看到了 都是眷属 分散 子女不应到 他父母 他父母也不奈何子女 这在古来过去 是很少听说 哪有妈妈杀儿子的 杀女儿的 那现在多了 多了 儿女杀父母的 也很多的 那害病的人 不论大小医院 家室你就看 全是满的 全是满 到院检查病 到诊所看病 病人特别多 增长病 不是增长无病 而增长眷属 眷属不但不增长 是减少的 乃罪甚至没眷属 增长财宝 现在这个世界 大多数穷苦人多 有钱的少 增长支居 支居们 你生活所需要的 一些器具 增长自在 不自在 烦恼太多了 增长 互相毁坏 破坏名誉 增长善友 增长智慧 假死 能做到 十三 消灭 十能轮 那这十种 等等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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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 大家都知道 增长 没有灾难 很困难 这个不论有钱没钱 有钱的灾难 还多一点 人家强的呀 所以人的灾难 能够减少 越到灾难 都是化险为夷 化险为夷 但是三宝 真正的三宝 不是那些个 钱都所欠那些个 真正三宝 有持清静的 必修必修你 乃至独送大乘的 精尺境界 独送大乘 散户佛法 这三宝恭敬的 这个才能没有难呢 明明是难 到他那就没有了 这些个 我看见很多 我也深受过 我们在西藏的时候 我跟着我那 上司下巴人母亲 因为他经常到各地 讲经 我都跟着去 西藏说 请讲经的时候 就请你呀 经想 修两个法 不是像咱们聚会 很多人 跟你讲一部经 不是这样 请那朗母去加持加持 请他念念经 这样意思 一般的走路上 就是几个人 跟随的弟子 照顾他身边的人 在什么走路上 都区区那个地方 别人说 你别往前走了 前头有土匪 那我那上司说 他说咱们照常走 不要管他 我就跟他说了 我人家说有土匪 没有去干什么 等会儿去吗 他说不 咱们照顾到那去呀 土匪就没有了 那么跟着走嘛 果真 土匪抢完了那一批呀 土匪就 他抢了很多东西呀 他就回去把东西 回到他那土匪窝 这东西了 那我过去没土匪 咱们到了住地了 听后边人来那说 我走后 后的人又被抢了 那土匪又回来了 那前头被抢 后头被抢 中间没被抢 等你到那儿 土匪走了 等你过去了 土匪又来了 类似这些事啊 很多 很多 所以 行善的人 行善的 不说修道的人 你说你行善 做好事的人 你发了菩提心 增长你的善根 这个大家都晓得 现在说长寿 一般的人说求长寿 要是那个没有苦难的人 长寿还很好啊 享寿嘛 经常害兵的人 又没人照顾你 年纪又老了 你说你这个长寿 那是活受罪啊 这长寿有什么用作呢 说你的寿命长 什么灾难都没有 没病 没痛苦 承受是好事啊 如果有灾难 有片恐 那受罪啊 过去人说 人活七十古来兮 从古来啊 活到七十岁啊 很兮少 很兮少 人人都求长寿 其次呢 增长眷属 增长眷属 你自己很吉祥 你是很吉祥 跟着你人都跟你享受吉祥 如果你很痛苦 你眷属跟着你很痛苦 那眷属增长有什么意思呢 增长不起来了 增长财宝 人人都要喜欢 因为他能背帮武裕嘛 增长财宝 人人都去求 人人都增长不了财宝 那要福德 咱们经常看见 咱们讲 散财童子 文若斯利菩萨 须不提 他生下来就带着财宝来的 他一生下来 他家里的库房 不晓哪来的 也没脱也没抢啊 库房都满了 反正需要的秩序都有 为什么就散财啊 徐普提也是啊 空生 空 他生下来 他家里所有库房 全空了 什么都没有了 空过去 就满足了 没钱还多 文若斯利菩萨在 咽诺化生 是现的 那这是妙即将 他家里的七宝 完全都居住了 说 你如果行十三业 增长财宝 增长知具 增长自在 这个不容易了 你赶紧是自自在在 换句话说 舒舒服服 过一生 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子 就现代人也这样子 我得救金三 碰见他们两弟兄 两弟兄 一生什么事没做过 小孩是不是玩 念书不很好念 大人也就不管了 就不念 赶到中学了 请人帮他念 故人给他念 拿到个文票 乃至于到大学 一直的到社会 从来没做过事 现在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 一生没做过事 家里非常有钱 大家可能老年人知道 上海广东人行 后来到香港 他就是两弟兄生到家里头 一生没做过事 什么灾难都没有 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信佛呀 要念佛呀 他给我笑一笑 他师父不用信佛了 我什么求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求 他也不求佛了 他说我今生也没造什么业 但是呢 他太太非常能干 他建筑公司啊 搞房地产啊 什么都做 他什么都不做 他有没有耐耗呢 有 耐耗什么呢 汽车 凡是出来个新牌汽车 不论多贵 他都要买 他的朋友亲戚啊 专门买他二手车 有新的了 他就不要他救的了 有新的就不要救的了 别的没有耐耗 那个弟弟呢 更怪 晚上大家都睡了 他起来了 开步车到外地去转 可在美国可以了 到夜市了 东逛西逛 逛到快天亮了 那开车回家了 跟上都睡觉去了 我说你赶紧过去鬼生活 夜间你出去了 天亮 快天亮你回去了 鬼就是这样子吗 今儿虽然有福报 有福报 什么灾难都没有 没受过 中国人没受灾难很少 我跟他们从来没错过 那么像这样的人 有烦恼没有呢 烦恼特别少 他烦恼特别少 因为他有钱 有力量 在那个国度里头 法律保障 什么灾难都没有 那他善业也没有啊 他的善业都是他太太给他做 他对三宝也不反对 也不怎么需求 也不供养 像这类的人 这类人啊 这叫慈福 欲慈的福德 不是有智慧的 但是他感觉到 智智在在 他却是烦恼少 他没有任何愁苦的事 嗯 那他下一代呢 他没的儿子 有两个女儿 对 说像这样的人 他没什么贪求 嗯 但是 名望没有 他不求名望 嗯 但是跟他的朋友 也不会说他是坏人 他是好人 嗯 嗯 增长名称 就人的名誉好 嗯 名誉好 所以提起来啊 说这个是个好人 但是这个增长名称可不是了 是行菩萨道的 嗯 像佛 祝佛 十方法界都能承赞他 赞叹他 嗯 阿弥陀佛 咱们在这各十万亿佛度 这个世界上 好多人念他名字 拿摩 阿弥陀佛 那归他 要给他当弟子 这佛的名称 十方法界 怎么 嗯 其次 光世音菩萨 人十方法界都知道 这四大菩萨 十方法界都知道 那好多弟子 那就善有眷属多了 都愿意给他当剑属 但是呢 魔鬼不愿意他 不见得战乱他 也不愿意做他的眷属 就是这样的含义啊 大德四尊呢 要比真善草地立亡 乃得真善婆罗门 你十善罗 只能远离啊 这些个善人 发善愿的 他自然的不做 前面的十善罗 他不但自己不做 我劝一切人 都要远离十善 不做呢 那他的功德就很大了 我等荣厚 这些话是吸水果王啊 吸水果 吸血的鬼 乐神 乐神起善念 赞叹 要能得到荣誉 乐神荣厚 那就不容易了 善神荣厚吗 那还容易了 你做善事 善人就荣厚 那要转化乐人 让乐人都荣厚你 那就困难 能够让乐人荣厚的 就是你的道德 就很高深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宗 利乐有请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 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 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 中华护生协会的 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 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 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 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 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 照顾流浪狗的 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 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冷冻活鱼的果报 阿君从事水产养殖多年 这些年 随着鱼子酱 和鱼鱼的价格 不停地攀升 他开始决定 饲养鱼鱼 阿君 你怎么会想 要来饲养鱼呢 是啊 阿君 虽然现在 鱼鱼的价格挺贵的 但市场上的需求量 并不大 你一下子 投资这么多钱 将鱼池 全部用来饲养鱼鱼 这样可靠吗 不担心投资下去 写本无归吗 放心了 我从事水产养殖业 那么多年了 怎么会没有考察好市场 就盲目投资呢 哈哈 你们不用替我担心的了 这么说来 你已经考察过鱼鱼市场了 是啊 你们知道吗 在国际市场上 鱼鱼鱼子酱的价格 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价格 还有烟熏的鱼肉 在国外 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我想 在不久的将来 鱼子酱会烟熏鱼肉 在我们的市场上 一定会大卖的 到时候 我也会大赚一笔的 这些我也知道 不过能生产鱼子的 可都得是十几年的鱼鱼 虽然鱼子酱收益很高 但投资时间太长了 风险太高 要知道 现在市场上卖的 大多是 只养了一两年的鱼鱼 没错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会 投资这么多钱 来抢占市场 不要错过 赚钱的好机会的 随着鱼鱼 一天天的长大 阿军决定卖掉一些 收回本钱 于是 他开始寻找外地市场 很快 他在几百公里外的 几个大城市 找到了愿意长期 和他合作的几位老板 这鱼的味道可真不错呀 吃起来肉质鲜美 又爽口的 嗯 这好像是鱼鱼啊 阿军 这鱼不会就是你养的吧 没错 这就是我养的鱼鱼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吧 味道真的非常棒呀 阿军 还是你的眼光长远呀 最近 凭借这些鱼鱼 你赚了不少钱吧 是啊 味道这么好的鱼 小鹿一定很不错吧 听说好多大城市的水产老板 都和你签了契约 购买你的鱼鱼 跟你要长期合作的 哎 别提了 别说赚钱了 能不赔钱 我已经偷笑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些鱼鱼 没有销路吗 不应该呀 它的味道这么鲜美 在大城市的高级餐厅里 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是啊 阿军 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没必要藏着不说的 难道 你最近没和大城市的水产老板 签订契约了吗 鱼鱼的销路 是有的 契约我最近也签了不少 但是钱 却没有赚到 真的是让我担心死了 又有销路 又有订单 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是啊 这怎么可能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要知道 按照契约要求 我必须提供活鱼 也只有活鱼鱼吃起来 口感味道才鲜美 可是几百公里的运输过程 会让车里的鱼死掉的 死鱼 可就不值钱了 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空运 可是空运的时候 又必须得带水 一斤鱼要两斤水 因此空运的成本太高了 有些时候 不但赚不到钱 还得赔钱进去呢 是啊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个问题哦 当初只考虑市场 却没考虑到运输的问题 这真是让人头痛的 的确如此 水产运输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了 那一切都就迎刃而解 阿军到那时候 你就可以大发力士了 哎 先别想赚大钱的美梦了 我想请你们两位 帮忙想想办法 你们也都从事过水产运输 应该会有什么好办法的 好方法 我一时半刻想不出来 不过既然鱼鱼 在国外比较流行 那国外鱼鱼运输的问题 应该已经有 很好的解决方法了 不如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国外的方法 哎 对啊 这真是个好方向 可是我们从哪里获取 国外鱼鱼运输的方法呢 前一阵子 我听居住在国外的朋友 说过关于鱼鱼运输的方法 听说是让鱼鱼迅速降温 让其休克 鱼鱼休克后 还能存活很长的时间 这个方式 你可以回去尝试看看 是否成功的 是吗 哎呦 那太好了 一会儿 我就回去拿几条鱼鱼 做个试验 看看是否可以成功的 为了掌握让鱼鱼休克的最佳温度 阿军开始反复试验 每一次失败都会有些鱼鱼 因此而丢掉性命 哎 又失败了 究竟要将温度控制到多少 才合适呢 阿军 为了做实验 你已经冻死了几十条鱼了 这些鱼可值不少钱呢 死几十条鱼算什么呢 只要我掌握了冰冻活鱼鱼的最佳温度 那以后的收益 可是会好几倍的增长 快过来帮我再捞几条鱼 我还要继续进行实验 妻子无奈 只好又捞出来几条鱼鱼 阿军将这些鱼鱼放进了一个冷柜里 然后将冷柜的温度调节到零上三度 冷柜里 那几条鱼瘦冷后挣扎了一会儿 便慢慢地一动不动 经过一次次的失败 阿军终于掌握了冰冻活鱼鱼的最佳温度 他让鱼鱼处在半休克状态 然后再运输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里 阿军老板 你怎么亲自来了 这些运输的工作就交给员工做就好了 怎么自己还亲自来一趟呢 这样我会不好意思的 郑老板 你订了那么多鱼鱼 我当然要亲自给你送过来啊 好久也没有跟你见面了 顺带来看看你这位老朋友的 这辆车里不会运的是鱼鱼吧 没错 这车里运的就是鱼鱼 你怎么敢用这种车来运送鱼鱼啊 要知道我需要的必须是活鱼 要是死了我可不要的 你就放心好了 郑老板 鱼绝对是活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的是活鱼 你怎么给我运了一车冰冻的鱼啊 诶 郑老板 你不要着急嘛 麻烦你拿一桶水来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鱼竟然又活过来了 真是太神奇了 怎么样 按照约定 我给你提供的是活鱼吧 赞 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竟然想到了这种方法 这样一来 你运费又节省了不少钱啊 如果每次都空运来的话 那我可要赔得倾家荡产啊 随着运输问题的解决 阿军饲养的鱼鱼香露越来越广 可就在他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 阿军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 阿军 你还感到冷吗 是啊 我这究竟 怎么回事啊 身体非常不舒服的 总是感觉浑身发冷 阿军 我们应该再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总这样莫名其妙的发冷 可太不正常啊 现在的季节你看看 哪有人穿厚外套的 可是你就算穿着厚外套 也还感觉冷 这肯定有问题 医院我们也去了不少 钱也花了非常多了 可是却一直诊断不出病因 老板 我明天不打算在这里工作了 我想要离职了 小松 你在我这里工作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啊 难道是嫌薪水低吗 小松 我们平日里对你不错啊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老板 老板娘 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 而且老板给我的薪水也很高 但是我不能再在这里坐下去了 既然你感觉我们对你很好 薪水又不差 为什么你要离职呢 难道你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可以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忙完后再回来也是可以的 不要离职的 我家里没什么事的 老板 这是杀生造业的工作 再做下去 我怕会遭报应的 遭报应 是的 我认识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他和我说了很多 关于因果报应的事情 老板 我每天将这些鱼 进行冷冻 那就是在造业 时间久了 一定会遭到果报的 哎 既然你学佛了 那就不能做这种行业了 好吧 虽然我舍不得 但是既然你要离开 我也不挽留你了 希望你可以找到 适合你的工作 老板 谢谢你啊 希望你也不要再继续坐下去了 否则会很危险的 以后也会遭到因果报应的 哦 老婆 你说我怕冷的病 会不会就是因果病呢 你怎么也相信这些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 不要胡思乱想的 其实我也不太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不过我这病也有些太奇怪了 一直都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啊 过几天我们去医院 做一次更深入的检查吧 只要找到了病因 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嗯 然而医院依旧检查不出 阿军究竟得了什么病 而阿军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 即便是六月天也要穿上棉袄 而且脸色苍白 浑身软软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哎 怎么会这样 我的身体 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且 全身健康检查都做了 还是都查不出病因来 老公 你别气馁 明天我们再去别的医院检查一下吧 哎 检查又有什么用 结果还不是一样 哎呀 老板 老板娘 你们俩怎么在这里啊 哎 别提了 我这些日子 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来医院做一下检查 老板 你的气色 的确不怎么好啊 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呀 别提了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检查 可就是 查不出病因来 老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这是得到因果病 不如 跟我一起 去我师兄那里 让他给你看看原因吧 哦 嗯 我们就去试试看吧 嗯 你身上背负的鱼灵实在太多了 而且这些阴灵含气十足 这就是你的病因啊 啊 嗯 这是真的吗 我老公虽然养鱼 可他并没有杀那些鱼啊 阿俊老板 你每次运输巡鱼的时候 总会将它们冰冻至休克 虽然没有让它们丧命 可是啊 你带给它们的痛苦 却是极大的 所以 它们的阴灵 才会找到你的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师兄 那我老公这个病 能医治好吗 这个病要想治好 其实并不难 但就要看你们的态度了 这么说 我的身体可以痊愈 师兄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不再杀生 害生 坚持吃素 放生 护生 怎么样 你们能做到吗 啊 师兄 你的意思是 让我不再养鱼 嗯 老板 你冷藏巡鱼的方法 也不要告诉别人 否则 更多人会用你的这种方法 来运输巡鱼 那会有多少鱼 因此而受到 那种刺骨的痛苦 嗯 好吧 我听师兄的 从今天起 我再也不做 水产生意了 那就恭喜您了 从那天起 阿君 真的告别了 从事多年的水产生意 并且 开始吃素放生 很多同行 想要花高价买下 他运输活巡鱼的技术 阿君非但没有透露 这种技术 反倒劝他们 尽早放弃 这种作恶的行业 一起来吃素 放生 护生 老板 你的气色 真是越来越好了 小搜 我已经不是什么老板了 以后 也不要叫我老板了 你说的没错 杀生作恶的事情不能做 自从我卖掉鱼池 开始放生 护生念佛之后 我的身体 真的竟然 慢慢好了起来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因果的力量 善恶有报 谁也逃避不了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